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梅视角,我是韩梅 今天是2020年6月1日,星期一 昨天呢,是5月31日,是我的生日 我收到了好多好多的生日祝福 非常非常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对我的祝福 今天呢,是六一儿童节 我在这里呢,祝全世界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 我小的时候呢,因为我的生日是六一儿童节的前一天 我小的时候呢,我妈妈经常是未图省事 然后呢,就把我的生日呢,放到六一儿童节一块过 今天我这个视频呢,我想跟大家聊的呢 是关于美国的这个暴乱 美国的暴乱呢,5月31号进入了第五天 情况呢,我就不详细介绍了 大家都知道这个暴乱呢,是怎么样引起来的 这个黑人呢,弗洛伊德 被白人的警察跪在他的脖子上 窒息,致死之后呢 就引起来了这场暴乱 虽然美国当局呢,很快的 就把那个主谋的警察给抓起来了 并且控告了他三级谋杀 他6月1号的时候呢,应该去上庭 那虽然说这个打破了惯例 惯例呢,就是一般的警察如果是犯法呢 对他的调查 一般的要take呢,八个月到一年半的时间 但是呢,这次因为引起来了一个大规模的骚乱 所以他们就破例 尽管如此,并没有平息人们的愤怒 因为美国呢,对黑人的歧视呢 是由来已久了 黑人呢,他们来到了美国 是以奴隶的身份来到美国的 虽然说呢,黑人后来呢 被这个解放战争就给解放了黑奴 让他们呢,和这个白人是平等的 但是呢,白人真正的一个平等呢 我所说呢,就是说从这个政治正确上 达到一个平等呢 这还是在1970年代 越战的时期呢 仍然从政治上 从政治正确上 都还没有平等 就是说当时呢 在越战之前 你在美国 如果你公开的歧视黑人的话呢 这都是政治正确 一直到进入80年代之后 才这个不歧视 如果你公开的 你敢说我就歧视黑人的话呢 那你这是政治不正确 不歧视是政治正确 这个才是这个几十年的时间吧 但是 就算是歧视已经成为了一个政治不正确 但是对黑人的这种歧视呀 压迫呀 还是存在的 这次弗洛伊德的这件事情 真是录下来了 抓着他了 抓一现行 才让他们呢 白人无话可说 尽管如此 验尸的检验报告 竟然出来说 弗洛伊德 他是死于吸毒引发的心力衰竭 跪在他的脖子上 这个呢 不是这个造成他死亡的原因 这个呢 也让这个黑人民众呢 是更加的愤怒 那在之前呢 还有一个叫 艾瑞克·戈纳的一个黑人 也是让这白人警察呢 暴力执法 造成了他死亡 也是窒息死亡 那个呢 他也是因为被人录下来了 这个艾瑞克·戈纳的他的妈妈呢 这次还出来发言 他说 我的儿子以及弗洛伊德 就很幸运呢 是因为被录下来了 然后呢 这个事儿 才让他无可辩驳 才让广大的公众知道 但是实际上呢 没有录下来的 公众不知道的 黑人所受到的这些不公正对待呢 实在是太多了 也就是说 这一次的一个大规模的暴乱呢 实际上是黑人 他们在心里面的怨气呢 实在是太久太久了 这两天呢 频繁在媒体上曝光呢 是这个Minneapolis 它那个地方呢 有一个双城叫Saint Paul 圣保罗市 圣保罗市呢 和这个Minneapolis呢 他们就隔着一条河 就隔着一个密西西比河 密西西比河的这个东边呢 就是Saint Paul 西边呢 就是Minneapolis 这两个城市呢 被叫做双子城 那那Saint Paul 他这个市长呢 是一位黑人 而且呢 他的爸爸 是当了一辈子警察 所以呢 他这几天 被一些媒体呢 广泛的采访 我刚才呢 还看了一个媒体 对他的一段采访 他的口才呢 也相当的好 他就讲述了说 这四个警察呀 是不可原谅的 光制裁那一个警察 是不够的 其次他的三个警察呢 也是杀人 他就讲述了一个故事 他说他小的时候呢 他爸爸是一个警察 有一天呢 他爸爸就带着他 他爸爸休假 带着他呢 在街上吧 然后呢 就看到了一个案件 他爸爸就上去管 那他就跟他爸爸说 爸爸爸爸 你今天不是休假吗 然后呢 他爸爸就跟他讲 他说你记住了 你爸爸是一名警察 警察是没有休假的 警察是永远on duty的 他就呢 对这个印象特别深 他就认为呢 你警察永远都是一个执法者 你要记住这一点 所以其他的三个警察呢 你在那种情况下 你的职责 永远都是全方位的 你看到非法的行为 你是有义务出来阻止的 你更何况呢 另外的两名警察 也跪在这个弗洛伊德的身上 就造成了 这个弗洛伊德的这个死亡呢 成为可能 成为必然 因为如果说那两个人 没有按住他的腿 没有按住他的胳膊 只是这个萧万呢 一个人跪在他的脖子上的话呢 他可以这么这么 他怎么着 他也能喘一口气 喘两口气 他也不至于死亡 对不对 所以说那两个人呢 一定是杀人的帮凶 那还有呢 那个就跟那看着 就跟那那个什么 掌握局面的那个人呢 也是一样 他也是帮凶 如果他不在那儿 行使了一个保卫那三个人 行使犯罪的这么一个行为的话呢 也许有那个bystander 由旁边的那些看的人呢 谁控制不住就会上去阻止 对吧 稍微你说给那警察一脚 然后那警察一松 然后那个弗洛伊德也能喘口气啊 也不至于死亡啊 对吧 所以说这四个警察 其他的三个也不应该逃脱罪责 好 这就是呢 现在人们的愤怒的一个事实基础 人们现在呢 不仅是要求 治这个沙文 或者叫肖万 那个警察 由三级改成一级 不仅呢 要加重对他的惩罚 还要呢 对弗洛伊德的尸检呢 进行第二次的法医尸检 还要呢 对其他的三名警察呢 也追究他们这个杀人的责任 同时呢 还有 Minneapolis有一位检察官 他在每一次出来发言的时候呢 他很明显的能感觉到 他对黑人的歧视 以及呢 对那个警察的袒护 所以现在他们也要求说 那个检察官呢 要求他这个免职 要求他免职 那还有呢 现在就是从这个一件事 弗洛伊德这一件事呢 已经是扩大到黑人们 甚至呢 还包括其他的少数族裔 就要求和白人同样的待遇 现在要求美国政府 必须得现在 拿出来的一个办法 如何来保障有色人种 不过现在主要是黑人嘛 主要是要先解决黑人 就是要求说 给黑人和白人 同样的待遇 你如何来做这件事情 那现在呢 就是游行抗议的人呢 是越来越多 同时呢 就那些个打砸抢烧呢 也越来越多 现在越来越多的城市呢 就失去控制 现在比较重灾区呢 一个是 Minneapolis 和Saintown 还有这个芝加哥 芝加哥呢 我看这个视频里面 人们呢 还去攻占了 川普他们家的那 tower 他们那叫川普大楼 到了川普大楼那里 把他们家的那个 上面的挂的美国旗 就拿下来就烧了 有的人说扔到河里 好像是扔到河里去了 然后呢 还在那点火 这是这个双城啊 芝加哥呀 还有丹佛呀 还有Saint Francisco啊 Saint-Holstein呀 还有这个LA 就是洛杉矶 洛杉矶呢 现在再一次成为一个 这个重灾区 在今天这第五天的时候呢 有一个重灾区 就是好莱坞那些个名人 那些富人在洛杉矶 他们这个富人区 他叫Saint-Monica 那个地方 今天呢 在Saint-Monica那个地方 发生了这个大规模的 破坏的 在那里呢 进行打砸抢烧 非常的严重 但是呢 在这一次的当中 我看到呢 除了说Saint-Paul的那个市长 他是一个黑人 他出来发言挺多的 然后芝加哥的那个市长呢 是一个女市长 也是一个黑人 他出来发言比较多 还有一个亚特兰大 那个市长呢 也是一个黑人 女市长 也出来发言比较多 其中呢 芝加哥的市长呢 是非常非常的气愤 他在昨天的 他一个讲话当中呢 他曾经就对这个川普呢 发表了非常这个激烈的 一个言论 大家都知道呢 美国马人的那个词呢 那个F词 我现在呢 我也不能说 我要说的话 YouTube有可能关我的视频 然后那个女市长呢 就说川普送你两个词 第一个词呢 是F开头的 第二个词呢 是又结尾的 你知道这是什么词了 对吧 表达了对川普的这种不利啊 的一个愤怒 那下面人们呢 对川普 现在呢 三件事情 对当前的川普政府呢 非常的不满 那一件事呢 就是这个 种族歧视的问题 这是弗洛伊德的这个事件 第二个事情呢 就是这个新冠病毒 现在呢 美国仍然失控 在昨天的时候呢 美国再一次 单日新增病例超过两万 再一次超过两万 本来呢 他就是在 是不是复工复产 这件事情 是不是取消居家令 这件事情呢 本来就有争议 好 这一下呢 等于说 人们因为这个 弗洛伊德这个事件愤怒呢 人们都上街了 等于说 这个居家令呢 等于说就不好使了 然后这种社交距离啊 社交安全距离呢 也不好使了 对这个新冠病毒 这个疫情的控制呢 也是雪上加霜 那我刚才说了 除了那些有个城市以外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华盛顿 那华盛顿呢 就白宫 在白宫的前面呢 这几天 一直都有人 在那里呢 聚集 要求这个川普出来 这人呢 越来越多 然后呢 他们的这个倾向呢 是倾向于越来越激烈 那那里呢 我们从视频上来看 那里布置了 有大量的警察 大量的这种 那个便衣警察 大量的这个 什么 宪兵啊 宪兵队啊 什么的那些 那种准军人 相当于中国的武警吧 那种大量的 都跟着守卫这个白宫 而且昨天呢 白宫是非常的危险的 他们就害怕呀 这些人 能把白宫这个防线 冲破了 然后冲入白宫 在Maniapolis那一天 他们就冲入了警察局嘛 警察局不得不 就是撤离了 然后让他们冲入警察局 31号的时候呢 这第五天 白宫呢 就非常的害怕 害怕他们冲入白宫 然后就把这个川普啊 以及他的家人 都撤离 他有一个地下室啊 他有一个地下 这个防市 万一你空炸呀 什么的 那种战争爆发的话呢 他们会到 那个地下宫市里头 就是那个 白宫的地下宫市 川普以及他的这个全家 都躲到那个地下宫市里去了 所以呢 昨天白宫这个地方呢 是非常激烈 非常危险的 但是呢 现在人们的愤怒 并没有消除 川普呢 前两天 他发了两则推特 这两则推特呢 全部都火上浇油 第一个推特呢 他就说什么 他说当抢劫开始的时候呢 射击就开始了 他说 rooting stars shooting stars 对吧 当这个抢劫开始的时候呢 就射击就开始了 但是他第一个这个推特呢 引起来了广泛的愤怒 那他呢 后来他又发了第二个推特 前天他又发了第二个推特 那他第二个推特呢 他又说什么呢 就是那些人开始到白宫这里嘛 他说如果他们冲破了白宫的防线 接近白宫的话呢 说我就会让这个国家宪兵 然后让他们出去 然后呢会放那个特别的恶的恶犬出去 哇 他这样一来呢 又引起了人的愤怒 昨天他还出来有一个解释 但是他就越描越黑 使得人们呢 越来越愤怒 还有一个亚特兰娜的那个黑人女市长呢 然后他又说 他建议说 川普你最好闭嘴 你最好闭嘴 你一张嘴 你就挑起矛盾 挑起仇恨 你最好闭嘴 那么现在呢 人们呢 就是这种情况 很多的城市呢 都推出来了这个宵禁令 宵禁 到晚上八点的时候呢 人们就不可以出街 我看到有一个城市 我忘了是哪个 好像是丹佛还是哪个呀 说是六点钟就宵禁了 六点钟你就不可以上街了 街上就得没人 那么我现在就看到呢 这些宵禁也基本上呢 都不起作用 人们都违反宵禁 到了点儿也不回去 大部分人 那些胆小的都回去了 但是有一些胆大的就不回去 那今天呢 这个美国警察呀 双子城的Minnieapolis 他们这里的警察呢 其实现在来说呢 在那执法的 已经不光是Minnieapolis的城市 警察了 有他城市的警察 有他明尼苏达的州警察 然后有FBI 有什么CIA 有那个叫什么联邦国土安全队 还有他的国民宪兵 然后这些呢 所有的这些都在 把这个Minnieapolis呢 作为一个重点 那今天呢 在Minnieapolis呢 他有七千左右人 上街游行 今天的游行呢 还算比较这个peaceful 就是一个和平的游行了 那这些人游行呢 去了一天了 去过很多的地方 那到最后 在35街那个大桥的 那个地方呢 到最后到那儿以后呢 就接近于消禁的时间了 接近于晚上八点了 那警方呢 就开始啊 有好多路口呢 就开始有警察在那儿部署了 然后呢 反复对他们喊话 说马上就进入这个 消禁了 要离开大街 赶紧回家 那到了八点的时候呢 就说再给你半个小时的时间 这半个小时时间 赶紧离开大街 都回家 结果呢 就是有几百人呢 过了这个时间呢 还是不回家 那这时候呢 我就看到 他们警察呢 就采取了一个这个战术 就好像是香港那个邓炳强 所采取的那种包围的战术 以前呢 我在我的视频里面呢 我曾经给香港的警察呢 出过这招 我就说呢 你就是 因为他就是在大街上嘛 你就在这个路口啊 你就截住 每个路口你就截住 然后呢 往里就 慢慢的就往里包抄 对吧 然后你就能够 把他们堵住吗 但是呢 可惜香港的警察呢 并没有用我这招 那现在美国的警察呢 用了我这招 当然这不是开玩笑了 不是用我这招 这招很容易想到 其实 那美国的警察呢 他就 我们从视频里面就看到 我们是见证了历史 这一次真的是 然后呢 他们就从一个大的范围的 然后就从那个路口 就把那路口呢 都堵住 就开始 把人就赶 因为人本来他是分散了嘛 一开始是有那个 七千人呢 后来就剩了几百人嘛 把人呢 就往一块赶 然后有些地方 他不想让他们去的话呢 他就放了一个催泪弹 放了催泪弹 把人们呢 就往某一个方向赶 结果这人呢 赶来赶去 赶来赶去 到最后 在八点四十五的时候 基本上 就把他们呢 就赶到了一个方向 那个方向呢 也是还是三十五街 那个地方 然后赶到了一个 加油站的那个地方 然后那些人呢 就往这个方向来了 来了以后呢 就在那儿呢 加油站前面呢 有一个停车场 然后就在那停车场那儿 然后这些人 想上街的时候 这时候 然后其他的方向呢 那些个警察的都围来了 这时候呢 在那街上就形成了 一个椭圆形 一个大弧线 然后呢 这镜头 你再看另外一方向的话 那些从街上那些 也围来了 就形成了一个包围圈 这几百人呢 就被他包围在里头了 这个圈呢 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小到呢 没有任何出口 这些人就无处可去 但是呢 他们是和平的 并没有像香港的 那些个暴徒是 然后跟警察打 没有 这些人是和平的 那为什么说和平 还要包围他们 还要逮捕他们呢 就是包围他是要逮捕的 后来呢 就是开始 这警察就进去了 办理这个逮捕的手续 然后一个一个的 给他带出来 然后早已经都准备好了 那个车 有一些就跟那个 School Bus那么大 那个小型的旅行车 比大巴斯小一点 但是就跟School Bus 就跟校车那么大的 然后那车就跟他等了 一共我看到的 镜头里面有三辆 然后呢 这人呢 就一个一个的 就带到那个车上 刚才呢 到我看的 截止到我刚才看的 是十点半的时候 他已经是逮捕了150个人 要逮捕 那您问问了说 不是和平游行示威的吗 怎么还逮捕呢 他是这样的 你和平示威可以 和平示威可以 但是八点一过 就是宵禁时间了 这是法律 你不遵守 你就是违法 好 那我又给了你 反复跟他们讲 对吧 还给了半个小时的时间 那你还不走 你就是在这个 包围圈里面了 你再走都不让走了 现在呢 就是到十点半的时候呢 已经办手续呢 办的也挺慢的 150个人 已经办完手续 已经逮捕了 在车里面 它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但是呢 我看到其他的地方 因为美国 它那个时间 是有时差的嘛 然后是逐个的 逐个逐个的 那到这个 十点半的时候 Minneapolis的时间 十点半 Denver的时间呢 就应该是九点半 LA那的时间呢 就应该是八点半了 但是呢 到我刚才做视频之前 我看到呢 其他的城市 还没有对违反 宵禁的人呢 开始逮捕 但是呢 我想 有了 Minneapolis的这个 第一次这个榜样 然后明天 有可能呢 就其他的城市 会有所收敛 如果没有收敛的话 其他的城市 有可能会消防 美国的警察 不得不说 他们真的是很厉害 美国人呢 他各行各业呀 中国有一句话 叫什么呢 树业有专攻啊 美国他各行各业啊 真的是 中国这点呢 应该向他们学 我们中国人的心理状态呢 也应该向他们学 随一点什么呢 就是树业有专攻 中国还有一句话叫 360行行行行出状元 还是72行啊 360行还是72行啊 行行出状元啊 这些话呢 我们就是光是喊了一个口号 并没有真的这么认为 但是美国人是这么认为的 他们呢 去干某一件事情呢 他们就是真的要把这件事情干好 你要是一个电工 我就把这个电工呢 就钻研的很透 我是一个好电工 那我要是一个警察呢 我就想我如何来做这个警察 那警察做的呢 真的是非常的有效 非常有效 你看这香港搞了这半年 然后那些警察呢 真的是没有战术 没有战术 我给他们出那招 他们都不用 但是你看人家 这个Maniapolis 对吧 那么小的一个小地儿 然后呢 人家一出来这事 然后今天的这个包围战 真的打得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非常的有组织 有秩序 有策划 一看就是事先的 就是计划好了 就是这么做的 每一步呢 都是按照他们的计划来的 而且他的部署 也有那个装甲车呀 什么的 都准备好了 最坏的设想都是 这些人如果说 出现了一些个 手里有武器呀 因为美国人 他毕竟是有枪的嘛 对吧 然后呢 如果手里有武器呀 什么的 会出现那些恶性的事件的时候 怎么办 装的俩车都准备好了 他们这些方面 真的是比香港警察要做的好 香港警察太怂了 就是太怂了 可能香港警察呢 这招也许都有 但是呢 他们就太过顾虑 这个国际影响了 美国老大嘛 我做什么都是对的 对吧 你中国做什么呢 我美国说你是错的 你是错的 就把美国说错的 就把这个国际舆论 好 美国的情况呢 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暴乱的第五天呢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明天的时候呢 我还会继续跟大家介绍 好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观看